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人机 以对抗中国的军事人员和装备方面的优势 因为他们的预测和他们看到的就是中国以量的取胜 无论是解放军的人数 这个简直就是无限量 无论是那些战艦的艦叔已经超越了美国 更加的唯一的就是飞机和航母而已 这位副航长希克斯在华盛顿举行一次会议上表示 北京注重的就是数量 他们要求的就是更多的船舰 更多的导弹 更多的军事人员 总之就以多取胜 副国务部长表示 美国将在数量上对抗中国军队 我们的军队将更难预测 更难打击 更难被击败 美国军方也希望在未来18至24个月里面 在多个地区布置数千架无人机 所以这段新闻其实显示了军方的决心 之前我做节目讲过 其实美国的六大军区 他们已经吹响了号角星 由印太地区的司令部和南方司令部 这两个是主战的 他们曾经在过去这一年里面 不停地做出预测 就是说台海一定会发生战争 而最快的是2027年 不单止是这样 他们也预判了中国 甚至沙盘堆衍 如果开战的时候 日本和美国受到几大的伤害 台湾受到几大的伤害 他们不停地在备战 为什么呢 能战才能和 这个就是美国军方的态度 因为很简单 他们是需要不停一些战争 去令到他们的所谓的执行力最强 美国是从来都会挑起一些小战争 令到美军长期保持在战争状态 所以现在地表最强的基本上就是美军 而至于解放军到今天40年内未出一枪 所以真正的实力是没有人知道 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讲 一个沙盘推演 他已经将最坏的因素放下来 台海他们是预算到你们会打 那当然了 现今的战争最重要的是什么 无人机 事实上俄乌战争 你都看到 很多时候就是靠无人机的袭击 无论是乌克兰集击的就是去到莫斯科 都是要靠无人机 那当然了 如果你以F-35 这位空中航母来讲 你更加需要的就是无人机 因为F-35它就是一个空中的航母 它每一次它一架主机起飞的话 它可以有百几两百部的无人机 可以跟它一起作战 由它主导来控制 加上人工智能 如果是这样的 就是说以美军现在的态势 以及以美军现在的高科技 未来的主战不单只是空军 而空军里面有一种军种就叫无人机 我们都知道 美国的军队 尤其他们的无人机的MQ-9 是不是 地獄杀神 它的利害之处 今时今日再部署 其实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 为什么18至24个月 因为他们预判的是2027 但是退到2027 是不是真的会开打 习近平是不是真的会做 实际上 习近平现在调整他的方向 在西方国家来说 习近平有一个中国梦 这个中国梦必然会成为了一个魔咒 就是习近平一定会武统台湾 甚至不惜牺牲所有的经济部署 而美国人也好 西方国家也好 他们也有了这种预判 所以他们现在不停宣扬的就是换了习近平 如果你要港和的话 就不能是今届习近平任来 这种声音已经在储留传媒 和各个政府那里酝酿当中 而习近平也都为了和西方抗衡 他只会在这里调整 所以你看到雷蒙多去中国 实际上说港和 其实不是 每一次都是宣示着主权我们要做生意 但是你不要玩我们 或者你禁制我们的美国企业 如果一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 我们就不会谈论下去了 这个也是商务部的雷蒙多 你留意到今年 耶伦布林肯 雷蒙多一大国 每一次美国的官员访问完北京的时候 美国就会增加压力 今天也是 当雷蒙多刚刚踏入 踏足北京 准备转去上海刚刚谈的时候 军方就已经出警告出声明 如果要的话我就打你 每次都是这样的 就是这种这样的谈 跟美国实际要做的已经是两回事 只不过不要误判 还有他们不停释出的就是善意 你不要搞了 我后面一大队美军 不要搞了 听听话话 我后面一大队美军 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法 能战才能和 现在在压迫中共 而对于中共来说 你又不能够不招呼美国佬 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已经坏到一个点 无人机将会是未来战争的主族 而美国是世界排名第一 拜拜 我们为18-31岁的港人 申请工作假期签证 合资格人士 雇主愿意提供劳工移民担保 有护理资格的港人 可以推荐雇主安排工作 扮理劳工顶居签证 无年期上限 我们亦为50岁以上的港人 申请居留签证 澳洲比英国更容易找公同入籍 无论在香港、英国、台湾的朋友 想移民澳洲就快点找Christie啦